大家好 烤箱烤红薯时 千万不要直接烤 教你一招 掌握好时间和温度 保证你烤出来的红薯 又香又糯又好吃 留蜜汁 而且营养一点都不流失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烟熟 放在一个漂亮的大盆里面 加入适量的长江水给它洗一下 洗去红薯表面的灰尘和泥土 洗红薯的时候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下手给它搓一下 把红薯表面的泥土和灰尘全部都给它洗掉 洗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洗干净 这样我们烤出来的红薯连提都能吃 一点都不浪费 我们在选择烤红薯的时候 最好选择这种细长的红薯 细长的红薯 这样省电又省时 然后再把洗干净的红薯给它放在案板上面 取一张厨房用纸 把红薯表面的水分全部都给它擦干净 洗好的红薯千万不要直接烤 我们一定要把水分给它擦拭干净 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大家都忽略了 很多朋友在烤红薯的时候 都是把红薯的两头给它去掉 其实那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把红薯的两头给它去掉了 这样红薯的水分会容易流失 从而是我们烤出来的红薯不够软糯香甜 而我们把红薯的两头给它留着 这样可以降低红薯的水分不流失 从而是我们烤出来的红薯吃起来更加的香甜软糯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烤盘 上面给它铺上一层锡纸 这样可以防止我们在烤红薯的时候 把烤盘下面弄脏 铺好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我们的红薯给它均匀的摆上来 接下来我们选择烤红薯模式 如果家里的烤箱没有烤红薯模式 我们就给它上下管温度设置到230 时间设置45分钟 然后点开10 好了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能美食出锅 中途也不需要翻面 一次就可以烤熟了 想要我们烤出来的红薯又香又甜又糯 时间给它控制在40分钟左右 上下管温度调制在230 大火烤至红薯才能顺碾锁住 红薯的水分不流失 这样我们烤出来的红薯 比外面大街上烤炉烤到红薯 还要香 还要甜 还要好吃 好 时间到我们的红薯烤好了 大家看一下 透过玻璃盖都能看到里面的汁水都冒出来了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真的是马屋飘香啊 浓浓的烤红薯的香味扑别来呀 大家看一下 各个流汁水啊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 好了 像这样一盘非常好吃 又有营养的烤红薯就制作完成了 稍微冷一下之后 刚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哇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面留的全都是蜜汁呀 非常的软糯 哇 尘得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下面我们来打开一个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烤的红薯怎么样 哇 太烫了 看一下 哇 特别的漂亮啊 大家看一下 颜色怎么样 非常的漂亮 吃红薯的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哦 如果着急的话会太烫的 打开之后 这个蜜汁就流出来了 吃的时候我们用个小勺子 美美的来上一口 哇 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 软糯又香甜 留着蜜汁 尝上一勺子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看一下里面的水分多不多 我们这样烤的烤红薯 水分一点都不流失 营养全保留 连皮都能吃 比外面大街上 烤炉烤的红薯 还要好吃 还有香甜哦 喜欢吃烤红薯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 试试这个方法 好啦 今天给大家分享 烤红薯的小技巧就到这里啦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 时间和温度 保证你烤出来的红薯 又香又糯 又香又糯又香甜 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哦 学会了这个烤红薯的方法 保证一次让你吃个过瘾 吃的放心 吃的干净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也是人间 是你是否宝宝